跟她是合租的室友是吗 对 那你为什么会帮她打扫房间呢 因为那段时间确实是大床特别累 然后薇薇也没过来打扫房间 我也有我的工作好吗 因为都像你啊 我没工作呀 大床怎么样 我的大床这个人特别的会照顾人 就你认识大床在先手 对 我认识大床已经三年了 那你喜欢他吗 我就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是吗 普通朋友你帮他干这些 是告诉我那种无私啊 你今天真的一点不感谢我吗 我求求你 说说你那副假的嘴脸吧 那大床今天把你叫来是干什么 他想叫我来就是帮他解释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解释一下 对 薇薇所以我来是跟你解释的 所以你别给我吵了 那你说呀 来来来来 站到这儿 这是解释的地方 来 站这儿 站到对面 来 你也学学人家走路的姿态 对不对 他们俩之间的事 以及你的事 必须今天在这儿说清楚 接下来是大床 和小帆的告白时间 我先说吧 说完我都走了 跟你说 大床 其实我今天来 我并不是说帮你大床 来追回你朋友 就是说 我要走了 太好 我知道啊 你知道我是一个女孩出来吗 然后家庭挺放心的 所以 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家人已经帮我 安排好工作了 甚至还有我的 相亲对象 大床 是 我小帆是喜欢你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 我现在说了呀 我是喜欢你 小帆 你还 我之前觉得 我对你做的那些 你先别 你先听我说完 我们想到你 不是 你又记得了 我刚来的时候 刚搬过来 工作没着落 跟你们都在一起 有天晚上我发烧了 三十九都扒 浑身都在冒我汗 有温暖的发生 冰得特别人 一点力气都没有 这时候我妈打电话 跟我说 就女儿啊 过得好不好 我说 我说好嘛 我过得特别好 我朋友等我吃饭呢 不跟你说了 赶紧把电话撂 就怕我哭出声来 然后那天晚上 冰得实际太难受了 隔壁那个小夫妻 还觉得我吵他们 给我撂脸色看 我只能躲在被子里 悄悄地哭 那天晚上可能你 酒吧 晚上得早 回来得也早 你听见我哭 就过来 过来安慰我 你过来给我披衣服 过来 带我去医院 我没想到 你会这么想 如果那天晚上 没有帮我的话 我到天晚上就走了 不可能这个城市 待这么久 你去让我感觉到 这个城市 没有一点温暖的人 你知道吗 你去围着 跟着温暖的人 我告诉你 我是说也这么对你 是因为我有点羡慕 我甚至嫉妒你 你有什么呀 你有什么 那种大厂仗的男朋友 我什么都没有 哪一个女汉子 不是我软妹子 掉过来的呀 我什么事都要 跟我自己去做 而你呢 但是我跟你说 我今天来绝对 不是想抢妈的 我真的要走了 所以你们的事 我以后再也不能去参与了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买了面具 假装着枪汗 笑着秋长山海里 你应该敢敢起来脾气了 你应该对大厂好一点 到外面真特别特别的累 他每天喝那么多酒 要你早上 记得照顾好他 要倒一杯蜂蜜水 都被点酸奶鸡酒 要什么的 都很安心辣 就多做点辣 这事以后都希望你来做的 作为一个女朋友 照顾他不是应该的吗 而不是每次都会懂他照顾你 行吗 爱情的基础不是信任吗 你能信任他一点 听完你们这话 我挺感动 但是我可能 真的只把你当成了一口流 行了 又不让你感动 我想告诉你 我今天讲这话 已经说得够多了 我自己能点放过去 我真心祝福你们两个人 我希望你们两个人 会好好走下去吧 话题都说明白 彼此做点吸引人 行吗 行了 别说了 我走了 再见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